Hello 大家好 我是Patrick 上一集我們說過有很多的蔬菜水果 它的皮的營養都很好 我們應該吃 但很多人就問我 農藥怎樣可以去除 在這裡我就把坊間一些去除農藥的方法 做了一個比較 第一就是用乾淨的布或紙 把農藥抹掉 這就是很無效農藥的方法 或者用自來水去沖洗 除了浪費水之外 其實我就不太贊成這種方法 因為農藥是一個化學物質 你用水沖洗它不太容易沖走 第二就是自來水 因為政府需要放一些氯氣 或者其他的消毒劑進去 我們的蔬菜水果都會把消毒物質吸進去 另一種就是用自來水浸10至15分鐘 其實都是好像剛才所說 都沒什麼效的 還有去將它煲 可以去分解一部分 就不是那麼容易去煲走的 還有一種就是蔬菜水果的皮 將它拿走 這個方法很有效 為什麼呢 那些黏附在水果蔬菜上面的農藥 就可以拿走 就是說如果我們將水果皮 把它批掉之後 其實最有營養的部分 我們就反而是沒有吸收到的 還有就是譬如說 用一些檸檬汁 都是一般的 現在很多人 是開始去用一種 我們叫做臭氧的洗菜機 其實它都頗有效去除農藥 但是在美國的加州 是EPA 即是那個環保局 說這類這樣的家用的臭氧機 將大量的臭氧是打入去水裡面 分解了那些化學物質 臭氧其實是對我們身體已經很大 特別是皮膚 呼吸道 我們的肺 引起有敏感 嚴重的會引起致癌 美國的加州已經是禁用了這類這樣的產品 另外還有就是用鹽水 用醋 只不過就是有一些的農藥 它都是不能夠去得到 也都有一些清潔劑 這些清潔劑只要食品級 其實它們都是不錯的 在這裡我們介紹一種方法 這裡是一份美國麻省大學所做的一些研究 最有效去除殘餘農藥的方法 是在我們家裡都有的 就是一些的小梳打 用一些刷的工具 就可以去將水果蔬菜的表面 泥土其他東西去清洗 接著就將梳打粉 放在去除了氯氣的自來水裡面 將些蔬菜水果放進去 接著就用去除了氯氣的自來水 再沖洗一次 當然是去種植一些有機蔬菜水果 自己去種植 或者是在市場買 是一個比較理想的 但當然要記住 如果自己種植 我們不可以天天都是吃來吃去多 那兩三種 因為這樣會影響我們的營養吸收